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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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解放军做出这个重大的宣布 从漳州三个机场出海 而且看到了是穿越整个海峡中线 但是对于台湾来讲 F-16改挂六枚的飞弹进行拦截 中国宣布在这个时候 在我们的台湾的南北两端 进行所谓的实弹的军事演习 到底干什么 在进行所谓的动客吗 当然美国军机火速进入到加首纳基地 今天特别邀请到前空军副司令张延挺 来到我们现场 不会要告诉你 在今天李登辉人生的最后一程当中 精传的是资深女艺人 对李登辉的肖像来颇期的 而他逮捕的影片在刚刚也曝光了 来 马上联系到现场 为你邀请到这几位来宾 现在时间是在晚上7点58分 来 首先为你介绍 知名的作家苦林大哥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小军好 大家好 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小军老师 小军好 晚安 还有张延挺将军 大家晚安 以及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黄伟翰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稍后王瑞德也会加入我们讨论 我们先连线给陈嘉文 在今天补选的最后一页当中 投票在明天要进行了 卯足了全力做最后的冲刺 争取最后选民的支持 来 连线给陈嘉文 好 我们现在就在民进党的高雄市 你只要在后选的陈嘉文的选签之夜 我们可以看到这现场 激进了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虽然今天下午的时候 高雄是下起了非常大的雨 导致了这个场地的会场 给的地板非常非常地努力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 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还是挤进到了这个会场里头 就是希望能够来帮民进党的陈嘉文 在这里赶快来帮他加油打气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阿公阿嬷 这个鞋子其实都已经湿了 甚至身上都还穿着雨衣 但是很热的天气还是坐在台上 就在现场刚刚副总统赖青德 还有行政院长所在唱的 都是这个气氛的 非常非常地感动 那我们现在这个台上 就是这个金曲乐团灭火器 也一起来帮忙了 现场的气氛害到最高点 赶快来看一下 要继续整形了 手部歌 別把想做人的心痛 我會聽有名的電話 有連感性的希望 我知道你會聽我 我知道你會聽聽 天天相當 我無情無情 終於到 為何才能講 我決心情 轉心的心靈 要把賽起托到 回憶的波音回頭 用心會嫌亡 最後一生 到最後一體感到 真是你也不成 用心的症狀 自己的來仙大 吹不掉你的人 從這段傷痕 你也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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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肩膀不再是很困難 心裡愛的心情更加 原來我的肩膀不再是很困難 你的我的勇氣 好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現場的民進黨這邊的現場的氣氛真的是嗨到了最高點喔 那收到一會兒的壓軸的貴賓呢 也就是總統蔡英文也會特地到現場這裡喔 拜託這個高雄人喔 能夠呢一起來重返光榮 然後一起來支持陳其邁 那我們現在現場這邊最新情形 我們把這個鏡頭呢還給這個棚內的小軍姐 好 謝謝佳玟 現在時間是晚上8點03分 那麼我們看到今天晚上神秘嘉賓會是誰呢 馬上再次連線 不過在今天國民黨的身為高雄市長這次補選的候選李梅珍 晚上的決戰這些壽事晚會當中 他沒有公佈助長的黨政要員 不過呢包括了國民黨黨主席江啟成 像是朱立倫包錢中的馬英九都站台力挺 來繼續連線給何正鳳 來正鳳晚安 來正鳳看到你的 是現在記者呢是在這個李梅珍選前職業的這個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呢現場的民眾是還蠻多的 現在呢在台上我是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他也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來看一下這個現場的情況 是靠多沒有啦正鳳 正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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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要跟你贏啦 通通不知道 他們會不會做 會不會跟高雄人拗完 所以 我們眼睛要配合金 腳買要送給他 沒有要知道 沒有要知道是 決定我們高雄 可以變成為大家的聲音 要來一個關鍵的投票 如果如果真正有一個彈虎的家族 可以回來重心 回來高雄 是不是 你如果不知道我就沒話說 你肯定要有彈虎的DNA在他的身體上 這樣這個平靈還能扔下去 你不要來啦 這樣我實在是真正輸臨 所以 高雄要打掃 台灣人都要打掃 彈虎沒有運動牌 只要有彈虎的公眾民運 我們一個一個 農家的區域像本身一樣 我們要挑戰 高雄不全 我們要挑戰 現在憲主席 我們跟我們的軍兵 可以說 我們兩位議長 我們請到獻我們的 議長我們的主力輪 來了非常多 像是前進同馬 一次還有這個主力輪 他在雙手的時候 也都有來到現場為連結拉票 不過今天這個選前之願 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今天第一次要来为李梅珍 站台拉票 现场呢有非常多的民众 都是冲着这个韩国瑜来的 像是记者刚刚稍早访问的时候 有发现很多民众 今天一早六点钟就来到现场了 就是为了要等这个韩国瑜 而今天呢刚刚稍早的时候 李梅珍现场也喊出 现场涌进了五万人 但是呢其实就是记者现场能观察 似乎呢这个人数 可能还是不如主办单位的预期 因为其实有不少的 这个红色椅子呢都没有坐满 当然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下午呢高雄下了一场大雨 所以有一些可能没有带雨去的 观众朋友呢他可能 就是先提前离开了 而稍后呢这个八点五十分的时候 这个国民党候选李梅珍呢 预计呢会来个大进场 之后九点钟的时候 韩国瑜就正式上台 跟这个李梅珍站在一起 韩国瑜呢要来向这个韩粉们拜托 希望说明天投票的时候 可以投给李梅珍 而稍后如果有最新的情况 再带观众朋友回到现场 好分别看今天晚上国民党候选人之于在民众党所推出的 吴义珍我们马上进行连线 来高雄人的古林大哥请教一下 现在再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是被认为李梅珍最后的一张王牌 最佳的应援 就是前高雄市长 也就是在6月6号 以93万票被罢名的韩国瑜即将要现身 他的现身代表的是93万背后的民意 即有可能会被没收吗 来 古林大哥 这一场选举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再讨论他的输赢 因为输赢早就已经决定了 输的一定会输 我们只是不知道他会输得多惨 那给大家这个数字 所以大家不用执着于说 陈其邁一定要拿到90几万票 因为你要算的是得票率 不是得票数 那么以补选 假如4成的投票率92万人投票的话 陈其邁只要拿到50万票 就超过韩国瑜市长得票率的0.546 所以拿到50万票 陈其邁不但赢了李梅珍 也赢了韩国瑜 那现在目前如果以这个事成来看 现在我们估计的票数 本来是60比20比10 就陈其邁60万 李梅珍20万 吴义正10万 但是李梅珍去把韩国瑜请出来之后 李梅珍会多10万 30万没有错 但是陈其邁至少会多20万 所以他会变成80比30比10 那李梅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陈其邁也劝他 大家都劝他说 你这样子会激怒更多的高雄人 怎么才赶走的又回来 怎么那个退学的 居然跑回来告诉大家 应该让谁来入选呢 怎么一个被淘汰 江起人说 陈其邁是被淘汰的 没有 陈其邁还有资格选 唯一被淘汰的 全台湾唯一没有资格选 高雄市长的 就叫做韩国瑜 没有资格选市长 这两人就要来告诉大家 应该选垂当市长 这不太荒谬了吗 所以对高雄人来讲 这场选举代表什么意义 第一个弥补高雄市 因为被害得空转两年 第二个鼓励陈其邁 从哪里跌倒 在哪里爬起来 第三个报复国民党 你竟然用这么的烂咖来 捂住我们高雄人 第四个教训李梅珍 你这个空洞的家伙 你这个假掰的家伙 你装清純不够 你现在还装穷 所以实在是看不下去 今天我坐高铁来说 我真的非常愉快 因为礼拜五本来就很多人 可是今天人多到 又加开了三班的 高铁的自由座的列车 而且我去 进去订票信息 我看连明天早上 到中午之前都是满的 往高雄都是满的 所以我觉得 尤其再加上这个波机事件 那个巴石还要往上加 现在我们来 我们连线到这个 现在在陈其脉的 造势晚会当中 刚刚灭火器乐团 所唱的是 我们最爱的地方 来我们连线给陈家文 来看看最新的一个状况 从制高点拍出来的是 在今天晚上的场面 陈其脉的场子 看起来还蛮热的 对他来讲 这一意义真的有 不能够输的压力 来我们连线到现场 所有亲爱的 亲爱的亲民朋友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记得 2018年 败选的时候 当我知道 我落算 我坦然接受 败选的事实 我也永远记得 那天 我坐在车上 慢慢的往竞选总部走的那一刻 我拿起了电话 向韩国瑜市长恭喜 我告诉他 希望他好好做 不要让市民失望 我会支持他 带领高雄 让我们的高雄 我们的故乡可以更好 当我在演讲台上 发表败选演说的时候 我是多么的真心期盼 我们尊重 民主的结果 我一定要 爱与包容 全力支持新的市长 让他能够好好的 让我们的高雄 可以更进步 可以发大财 可以更繁荣 这是民主的结果 我们必须尊重 我也知道 我这么做 虽然 败选 非常的难过 露帅 眼泪 也只能往心里吞 但是我知道 我必须这样做 除了民主 人民作主之外 更重要的 是我的心里的高雄 我这样做 我希望说 我们高雄是一个 爱与包容的城市 所以我心甘情愿 我坦坦接受 因为 高雄 是我 一生玄命 心爱的故乡 虽然 市民的选择不是我 虽然 市民的选择 是一位 从外地 刚来到高雄 在高雄 短短的几个月 刮起了 所谓的寒流 但是 我必须告诉大家 这是高雄 伟大城市的民主 在民主的面前 我们是多么的渺小 我也学会了 不管是支持我 或者是不支持我 我都要心存感激 我都要很谦卑的 面对民主 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这一年多来 高雄的纷纷扰扰 是韩国瑜市长 选择 离开高雄 到了三个月以后 他就宣布参选总统 我想 其他 我就不必多说 韩国瑜市长 让高雄人切心 韩国瑜市长 没有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我在这里 也必须告诉韩市长 6月6号 罢韩的投票 同样都是高雄 民主的表现 就诚如 我刚刚告诉大家 面对民主 我们是多么的渺小 面对民主 我们更要谦卑 所以 我们在6月6号 人民重新 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 选择了 让韩国瑜市长 下台 选择了 希望高雄 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我们高雄人的季品 我们都是 勇敢 自信的 高雄人 我们做了选择 我们给了韩市长机会 可是他辜负 我们给他的 期待 毁弃了他原来的 承诺 6月6号 不仅 韩国瑜市长下台 更让我们所有 不管是 在政治工作 或者是 我们在 公职领域 我们 我们假如没有做好 假如没有兑现 我们的竞选承诺 假如我们 亲若寡心 尽管亲若寡心 对自己说的 还没准算 人民 会用双票 来加 今天 同样的 城市 有两场 竞选晚会 一场在凤山 一场在高雄的小港 韩市长 又带领了 被罢名的团队 重新 站在舞台上 我不晓得 这对 民主的 意义 到底是什么 所以 我要告诉大家 明天 8月15号的投票 我们是为高雄的 民主投票 对不对 我们要 重新选择一个 新的市长 来带领我们的高雄 大步迈进 对不对 我们何其有幸 在高雄 我们还可以选举 香港 香港不能选特首 香港 连立法会的选举都延后 不晓得要延到什么时候 他们才能重新 自由的选举 从 台湾 看香港 我在前几天 在苹果日报 登了一个广告 希望 希望 我们高雄可以撑香港 我们在乎高雄 我们也在乎香港的自由 对不对 做一个高雄人 在我们这个民主性地里面 对民主的意义 我们有亲亲的感受 对自由的主意 我们也是同样 英文都在追求 做一个自由的市民 做一个自由人 这样对不对 结果 我的广告 招来的 冷嘲热讽 他说 苹果日报 登广告没有用 我要请教大家 难道支持 香港的自由 我们要去中联办吗 我们要去香港的中联办 去跟北京吗 要绕过北京吗 所以 我要拜托大家 我们要确保 我们台湾的民主 让全世界 都能够看到 一个支持香港自由 一个热爱台湾民主的 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姬麦 可以用选票来撑香港 来表达我们高雄人 支持香港的自由 对不对 所以 这一场选举 不是只有 单纯的市长选举 我要拜托大家 我们台湾 要走民主的道路 我们台湾 要走 自由的道路 我要拜托 所有的市民朋友 电影人 自信勇敢 高雄人的志气 在这次的选举 八月十五 让他们的国票当选 这样好不好 好 用选票 投自由一票 这样好不好 好 第三个意义 明天的投票 不是为了我个人 而是为了高雄 我也要拜托 不分党派 在电视机 在网络 所有的好朋友 高雄 纷纷扰扰两年 高雄 六月六号 民主的结果 我们真的 不能再戳脱 全世界 都在 改变 我们 包括 台湾的 其他五都 都在进步 对我而言 我心事 多么的交集 在台北 不管在 苏院长的内阁 看到高雄 落大火 我就等 看到高雄 我们青年 失业率 越来越高 我感觉非常烦热 看到高雄 我们做生理的人 这两年来 又提报 一千两百几亿 我非常地疼苦 所以 我要拜托 我们大家 不分党派 我要拜托 大家 投 我们高雄一票 明天的选举 是为了我们高雄 要市政从开心 让我们高雄的建设 可以大步迈进 拜托大家 明天 勇敢地 坚定地 投下你的 信任的一票 这样好不好 好 这样好不好 好 我今天要演讲的时候 我的幕僚要告诉我 说你今天 你可以想讲 你想讲的事情 你只要讲的感动 你要调言烈 也无所谓 其实 我是一个 很内向的男生 我不太习惯 表达我 内心的感情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要谢谢大家 在这两年来 虽然我在行政院工作 忙意很忙 听台湾的经济很忙 很多的改革 非常的忙碌 每天 深夜 闭上眼睛 我都 非常的 怀念 我高雄的 所有的 乡亲父老 这几年 陪我走 这两年 离乡的 日子 陪我守着 我对 高雄的 思念 我相信 我作为一个 高雄子弟 成如我一开始 刚刚跟各位报告 谢谢大家 两年前 让我有 反省的机会 我会更谦卑 面对民族 我是 多么的 渺小 我会永远记得 所有市民朋友 这两年来 不离不弃 呵护得 我们 卧乎与共 生死相依 我们最爱的 都在各有 我相信 8月15号 我们高雄人 我们一定可以 用选票 再次证明 高雄民主的伟道 再次证明 朱新勇敢是我们 各有的名字 我们都是 骄傲的高雄人 对不对 让我们再次 在 8月15号 今年的第三次投票 用选票 告诉 全世界 告诉 台湾 我们明天 为了民主 为了自由 为了高雄 我们高雄会投出 坚定的一票 对不对 剩下 不到 起漫加油 起漫加油 几个小时 就 马上要投票 我 作为一个高雄人 我感到 无比的骄傲 在未来的两年 我也会 用尽我所有的力气 让我们的所有的高雄人 在这里都可以实现 自己的梦想 让高雄 成为一座 伟大的城市 起漫 准备好了 我要跟 所有的高雄市民 为了我们高雄的骄傲 大家一起来 共同努力 让高雄大步迈进 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拜托大家 明天 坚定的投下 2.27分 你出去天下 马上来看 在三方正义 最后一个小时 有30分 最后决战之间 马上回到我们的特别报道 全世界 谦卑的为我们 这座伟大的城市 来服务 这样好不好 好 决战之夜 这是另类的天王对决 连线到陈其迈 目前在决战之夜 最后一个晚上 蔡英文总统 已经发表了 她的最后一次 在这个决战之夜当中 压轴谈话 来听听看 我们也撑过去了 现在 我们一起守住的 疫情的防线 我们现在全力要 振养我们的经济 大家说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不对 我在告诉大家 全世界都在看台湾人 为什么台湾人做得到 因为台湾人很团结 我要继续我们的台湾人 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执政团队战战兢兢 但是我们每一个台湾人跟政府聚集合 我们团结 我们配合政府 我们守住的疫情 全世界都在抗台湾台湾 这几天 日本的前首相 美国的卫星部长 都接连来台湾访问 在全球局势剧烈变动的时候 台湾守住疫情 坚守民主自由的阵营 终于被世界看到了 大家说清楚 但是 台湾被世界看到的同时 对岸的文攻武嚇从来没有停止过 就在这几天 他们透过媒体说要军事演习 想要恫恨我们 影响台湾人的选择 但是 我们都知道 对岸越打压 台湾人就越坚定 大家说对不对 明天 我们一定要用手中的选票 选出一位会看我们 一起坚守台湾的高雄市长 陈其迈 这样好不好 阿嬷 我们的 所有人都一直在说 选对人会做事 我相信这句话 迁求我们的高雄的乡亲 感情最亲 两年前 起码上一次参选市场的选前之夜 也是在这个场地 那时候有来的好朋友 你去手给我看看好不好 谢谢你们热情相挺 在内衣市的选战 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我们没有选好 我还记得 齐迈在选举结束以后 告诉大家 高雄是一个爱与包容的城市 希望新的市长 可以把他乡变故乡 好好的为高雄拼下去 可是后来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了 也都看到了 结果是选错人会误事 大家观察这样 这句话 全台湾可能没有比高雄的人 体会更深 今年六月的罢免投票 高雄用最间谍的意志 写下了历史 我要恭喜我们的高雄人 不过 明天 我们还有一关要过 高雄人要用手中的这一票 翻开民主的心念 告诉全台湾 我们高雄人 很骄傲 值得一个更好的市长来投票票 因为高雄人值得 对不对 从确定要补选开始 陈其脉就是民主进步党唯一的人选 他的历练 经验 都没有话说 放远忘记三个候选人 我很有信心 我敢说 只有其脉做好准备 只有他是大联盟等级的候选人 大家说是吗 以前 其脉很尖锐 现在 他可以面面俱到的协调事情 以前 他有时候比较急躁一点 现在他变得 私立周全 很有耐心 以前 人家说 他 出北路来 现在 我看他 败票鞠躬 弯腰都超过90度了 我没有讲错 有人 批评他说 他选输过 我要说 蔡英文也选输两次过 但是选输 没有打倒我们 反而让我们 变得更强 今天 被罢免的前市长 又要重出江湖 想要对这一次的补选 留所指教 所以 我有几句话 要当着我们高雄市民面前 跟齐迈说 我要跟齐迈说 唯一可以让高雄重新开机的 就是你 陈其迈 陈其迈身上有一个责任 陈其迈身上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证明给所有的高雄市民看 6月6号 罢免的结果 是正确的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如果明天 陈其迈顺利当选 他往后的市长的日子 会是很辛苦 高雄市长 很可能是最难做的市长 高雄人罢免的韩国瑜 不代表高雄人就支持陈其迈 他们会用更高更严的标准 来要求陈其迈 所以我要跟陈其迈说 两年前我们怎么输的 我们要懂得检讨 不要有任何的错觉 也不要有任何的自满 如果明天高雄人 再给陈其迈一次机会 我相信陈其迈一定会 好好的珍惜的 陈其迈不会只会做路平 灯亮 水通通 他还要做一个真正改变 高雄产业的市长 做一个真正改变 城市命运的市长 大家说对不对 我跟我们的执政团队 也会珍惜这个机会 全力跟全其迈 一起拼出高雄的新未来 大家说好不好 现在全国各地 透过网路收看 选前之夜的朋友们 如果你是高雄人 如果你还在犹豫 要不要回家投票 请听我说几句话 实在很抱歉 因为两年前 我和其迈不够努力 高雄人才要经历这一波的周折 一年内为了投票 南北奔波三次 我知道 特别跑一趟投票 距离很远 车票很贵 实在很辛苦 但是我真的要拜托各位 这一票 请你一定要回来投票 好不好 我们执政团队的改变跟进步 相信高雄人都看到了 明天大家投下这一票 不只是投给其迈 更是投给大家心爱的故乡高雄 为故乡的改变 我们投下这一票好不好 这一票我们投给桥头科学园区 这一票我们投给亚洲新关区 这一票我们投给市政重开机 这是6月6号93万的名印 在明天会呈现什么结果 会被推翻会被没收吗 观众朋友 现在时间晚上8点42分 休息片刻 在国民党的高雄市长的候选人 进入了最关键性的时刻 马上回答我们投票 总统 观众朋友 晚上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点47分 刚刚你看到共机战机分别有20多架 在这个投票的前夕 多批次在台海的中线的北端跟南端 进行从漳州 武夷山 包括水门等军用基地起飞 在明天高雄市长补选进行投票的同时 这是干嘛 是在测试什么 是在恫吓台湾吗 来 我们现在时间8点47分 因为韩国瑜已经来到现场 由于今天晚上现身要挺的是李梅珍 但是面对6月6号的罢免的结果 韩国瑜真的整个团队搬事回潮吗 而有人说这是个小小马英九 也有人说不是小小马英九中联办的代言人 力挺李梅珍明天能够推翻 九十三万九千零九十张的选票吗 来 点谢给何振风 好 好 夏主播现在记者是在这个李梅珍的选前之夜的会场 就在刚刚稍早的时候 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是已经抵达了这个现场 他今天是第一次要来为这个李梅珍站台拉票 而这个李梅珍也预计是在八点五十分的时候 要来个大竞场 在九点的时候韩国瑜就会上台 和李梅珍一起站在台上向这个市民来请托 希望能够把票投给李梅珍 而刚刚那个韩国瑜再来到现场的时候 也可以说是引起非常多这个韩粉 还有现场媒体的追逐 但是呢 其实听到这个地址记者提问 他也没有多做回答 主要呢 是有一些热情的韩粉 可能他们在跟这个韩市长呢 就是在询问他这一阵子的近况 似乎有这韩粉问他说是不是变胖了 这个韩国瑜是有微笑的回答说呢 这一阵子其实过得好像还不错 他就在这个触涌之下呢 是进到了这个舞台的后台 而这个李梅珍呢 今天这个选前机 我们休息三十秒来忙